日管處與共享行動電源業者合作 與日月潭區以及車程區 啟用行動電源共享服務 在象山、水社、伊達哨、車程遊客中心等地區 設置21個共享充電站 提供手機煤電的遊客租借行動電源 我們可以看到這台機器 不管是大台還是小台 這個機器的生產、製造 還有系統的設計費用 全部都由這家公司來支付 日管處這邊是提供整合的 所有的商家來做線上線下的說明會 讓鼓勵業者來投入這個共享經濟 那這個業者呢 Trust Park公司業者就可以很快速地 來做鋪設的動作 而這次在公部門與業者合作下 創造雙贏 對於是國際知名的日月潭來說 不但使用簡單 對於遊客來說也非常的方便 我們已經開始營運一個禮拜 試營運一個禮拜 所以這個速度可以非常快 而且達到政府是零出資 我們只是提供一個場地 跟這個很便宜的電費 一個月是大概是17塊錢的電費 一台機器一個月17塊錢的電費 所以對政府來講是非常便宜的 那對遊客來講是非常方便 那對業者來講 他也是非常樂意來投資這個風景區 這塊市場 這個服務呢 要還也非常簡單 像我剛才已經把手機 行動電源已經插在手機上面了 我們要還的時候呢 只要把行動電源的線把它收好 就收好之後呢就像頭這個烤麵包一樣把它插回去 先議員肖志全感謝日館處以及業者對於地方的關心 相信有這樣的設置不但相當方便也非常的貼心 我們日夜潭風景區管理處 配合我們電信業者 在我們日夜潭以及車程地區 總共設置了21次21處 我們這個行電電源的共享站 為了方便我們遊客 一些行動裝置的電源不變的問題 所以設置了這些臨時的充電站 希望透過這項服務 讓我們所有來到這裡的遊客 能夠有更溫馨 更貼心的一個感受 目前到3月底為止 享有前30分鐘免費使用的優惠 小資訊議員歡迎有需要的民眾可以前往下巡 記者邱平易與之賽訪報導